可很多时候,他们太专注于当下拥有的,就像跑到花生瓶里吃花生的老鼠,只管先吃饱,完全忘记了吃太饱,瓶口太小,自己出不来,到头来只能困于其中。 主要还是生肖,鼠有个极大的毛病就是瞻前不顾后,无论是爱情或事业上,时常被诱惑就忘乎所以,只看眼前,不考虑后果,往往也因目光短浅措施更大的成功。 生肖牛,有些固执,牛年朋友很勤劳,确实爱节俭能吃苦,但牛脾气上来也是固执几件到无人可以撼动他们的想法。 事业上不太愿意去挖掘更多机会,也不愿意主动去争取,只喜欢领导直接下达任务,自己就按着去完成,做好就算。 如果旁人让他们圆滑点,善于变通,他们依然固执,认为自己目前做好这些就好,什么长远大计跟自己没有关系。 所以,看不透职场的升迁,在兢兢业业也只会被领导忽视,认为是目光短浅的,无法为以重任。 生肖猪,安逸现状。 猪年朋友普遍都有这样的乐天派思想,反正今天的工作做完,不考虑明天如何,事业上最好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,有晋升机会如果承担的重任太多,宁愿放弃,犹犹自在,做个小助理还好。 因此,造成他们目光短浅的原因就是太安逸现状,不愿意居安思危,反正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。 这样过于安逸现状的心态,事业上很难得到更多的亲信之人,发展比较缓慢,也就错失了很多结识贵人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的机会。 其实,目光短浅有时用在一些地方也是好的,例如会更有自知之明,在钱财上有时反而不那么急功近利。 但如果是岗位职场上,哪怕职位稳定,也应该不断提升,在领域里继续钻研,否则在现在这样科技飞速的时代,很容易被被取代。 所以,有时眼光还是得看得再远一点,才能让以后的路更宽阔。 再来说说,家里不能同时出现的三个属相,哪些组合一起家宅不宁。 家能巩固亲情和爱情婚姻,如果家庭里时常闹矛盾,亲朋好友也不会经常去拜访,缺少人气,财神看了都要躲,弹劾能让家里有财运,而在生肖里的一些关联与克制规律发现。 有一些家庭如果同时出现一些比较排斥的属相,容易有很多争吵。 你们家里不能同时出现哪三个属相,哪些组合一起家宅不宁。 在生肖理论中有三合互相能成就的,如果身子沉,会合在一起形成水局,利于共同求财。 而三个不能出现的,往往是三个生肖出现形或害得更为明显,因为对冲虽然力量大, 但是是两个人之间,逆与它的一种力量较劲,而家庭里不可能只有两个人。 所以人数多了以后,凑一起的三个出现形的组合,家运就难以和谐。 牛、狗、羊的组合是生肖理的三个相形,就是凑一起,行飞口舌多。 如果分开的还没那么大力量,不够明显,但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三形,力量很大。 其中,牛与狗与羊形成的是无弯三形。 例如大家都认为对方能帮自己解决一起,会很依赖对方。 可最后事与愿违,那份自信与期望达不到预期,容易遭遇挫折,不仅没有感恩,反而埋怨消极,家庭难和睦。 虎、狗、狗的组合,狗对猴金能互合,也就是鹿和贵人,且狗为火,对身金猴有一定的练好。 有时它们的冷静,也能驾驭一些猴的毛躁性子,可加入了虎的家庭组合,就形成事事三形。 虎的魄力会给猴获舍一种威胁,而猴的不定性又是虎时常拿出来说事的。 三个看似表面赞同,而内心却非要对着干,借助虎的旗号在外惹,一堆烂摊子让虎解决。 这样的家庭组合容易影响某一方的事业,这具体看三个谁的能力最大,尤其是仕途或高管职位的,不建议让家里这样的组合参与在自己的工作中。 否则官非有,仕途受影响,家运下滑。 再来是鼠兔鸡的组合。 其实,鼠和兔是行,二者在一起说话上不够客气,互相忍一忍也能过去,因为兔的心软和鼠的高情伤,只要避开一些话题就能减少矛盾。 但是,再加一个鸡进来,组合的家庭,那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,鸡的精明和鼠一样,两个都精明在一起,就会计较谁付出多,再加上鸡与兔充,鸡与鼠害,一个明面顶撞, 一个暗中互相伤害怨队,最后三个互相指责,吵吵闹闹,家宅就不安宁。 以上是几个生肖的运势与话题,生肖十二在这里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。 2023年是兔年,我们知道,十二生肖是十二种动物,在与天干地之搭配,就形成了六十年一次的甲子,这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,以此来记住年份,不再受更朝换代的影响。 十二生肖其实还有不同的分类,比如按照阴阳之分就可以分明,明肖和暗肖,我们来看看明年十二生肖的运势吧。 鼠鼠人在2023年受到行太岁的影响,所谓行太岁,就是子卯相行。 虽然相对于冲太岁和本命年来说,行太岁危害小一些,但依然会给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带来巨大的变化,千万不能大意。 鼠鼠人这一年容易遇到烂桃花、钱财破损、身体疾病,以及人员关系变差等等问题,在职场中容易与人出现矛盾和分歧,无法顺利推进某项工作。 与此同时,这一年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健康之外,也要多多关心呵护家中长辈身体问题。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,这一年一定要注意妇科方面的疾病,一旦发现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,要及时前往医院诊断和治疗。 鼠牛人2023年运势,2023年鼠牛人运势表现一般,无法得到急性的照耀,想要在生活和职场中取得好的成绩,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。 鼠牛人今年可以借助对宫生效的急性帮助,这样才能让生活显得更加顺遂一些。 鼠羊人是鼠牛人对宫的生效,而鼠羊人今年可以得到三颗急性的助力,分别是华盖、天解以及三胎。 不过对于鼠牛人来说,急性的力量不是很大,想要转运还是要靠自己多加努力。 鼠虎人2023年运势,对于鼠虎人来说,去年范本命年太岁,综合运势表现得特别糟糕。 如果在去年进行一些喜事,比如说买房子、生孩子以及结婚等,可以有效化解自身低迷的运势,今年运势也能够稍微变得好一些。 不过即便去年没有任何喜事,今年相对于去年来说,运势肯定会变得更加平稳一些,不需要每一天胆战心惊。 这一年可以得到天以急性的照耀,这是一颗贵人急性,能够助力鼠虎人得到家人朋友以及上司的帮助和支持,凡事都能够化险为宜。 不过由于今年仍然会受到去年一些困局的干扰,所以整体局面并不是特别乐观,做事千万不要过于激进。 鼠虎人2023年运势 对于12生肖来说,每当进入新的一年,各个方面的运势肯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 2023年对于鼠虎人来说是本命年,也就是犯太岁的年份。 如果这一年可以举行一些喜事,比如说置办房产、结婚天丁等等,便能够有效化解不利的负面影响,还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平稳一些。 总体上来看,鼠虎人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,尤其是在事业和感情方面会出现很多问题。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,还要努力经营好工作和家庭婚姻生活。 遇到问题的时候,不要胡思乱想,而是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务实一些,要及时寻求解决方法。 鼠龙人2023年运势,由于与流年地质卯尘向害。 所以,鼠龙人在2023年,整体运势表现得并不是很好。 害太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健康和人员关系等方面, 鼠龙人今年一定要维系好自己的人际关系网,还要谨防钱财,破损事件。 应该仔细观察身边有没有小人,如果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,不要与其透露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。 在健康方面,虽然相较于象形、相冲,负面打击没有那么强, 但是依然会带来很多小的疾病,很有可能会让鼠龙人情绪上变得很低落。 鼠蛇人2023年运势,对于鼠蛇人来说,去年由于受到与流年地质行客的负面影响, 人员关系变得很糟糕,全年运势都特别差。 进入2023年,终于摆脱了倒霉的犯太岁影响。 运势相较于去年来说会变得好很多。 不过由于凶星的存在,事业健康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。 鼠蛇人今年由于受到一马星的影响,可能会经常出差, 不管是前往海外拓展市场,还是外派到分公司上班, 又或者是因为学业问题出国读书都会产生很多正面的影响。 同时,鼠蛇人今年还会受到地解星的影响, 可能会出现家宅或者是公司搬迁的情况, 不过都会给鼠蛇人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。 今年还能够得到国印星的鼎力支持, 领导能力可以得到大大增强, 尤其是对于自由创作者以及文职工作者来说, 可以遇到很多喜事。 鼠马人2023年运势, 对于鼠马人来说, 进入2023年是破太岁的年份。 不过犯太岁对于整体运势并不会造成极大的冲击, 鼠马人今年的运势表现很强劲, 能够得到很多极星的帮助, 尤其是贵人员特别旺盛, 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得到提携。 本年度鼠马人事业发展很不错, 一定要把握住绝佳的机遇, 努力在职场上冲出广阔的天地。 不过今年鼠马人身边会有两颗雄星出现, 容易干扰到财运和感情运势。 鼠羊人2023年运势, 对于鼠羊人来说, 在兔年间, 由于羊猪兔是三合的属相与太岁相合, 表明鼠羊人今年运势旺盛。 羊羽兔属于某位相合, 鼠羊人今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非常顺心顺意, 身边还会得到很多极星的照耀。 在事业金钱方面, 能够取得很好的机会, 一定要牢牢把握住。 今年可以得到三台, 天姐及华盖三颗吉星的拱罩, 三台有着步步高升的寓意。 如果鼠羊人是上班族或者是政府公务员, 那么职场中将发展得非常不错。 天姐可以破解难题, 化险为宜, 即便鼠羊人今年在某些事情上处期发展得很艰难, 但是最终的结果依然是很不错的。 华盖可以让鼠羊人自身一鼠才能得到彻底发挥, 在事业和财运方面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, 运势能够持续攀升, 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突破性进展。 鼠猴人2023年运势, 鼠猴人去年由于受到冲太岁的影响, 以及一马星动的连带影响, 生活和职场中都出现了特别多的变化。 如果去年他们进行了结婚或者是买房子的事情, 那么今年便能够承接去年的运势, 尤其是去年结婚的朋友, 今年生孩子的几率很大。 如果去年没有做这些事情, 那么可能会受到很多可怕的冲击, 好在2023年是全新的开始, 运势会变得很平稳。 鼠猴人2023年运势, 对于鼠猴人来说, 流年与出生年的天干毛有相冲, 也就是说, 2023年对于鼠猴人来说是冲太岁的年份, 这也是属于犯太岁的一种。 这一年会遇到很多挑战与变化, 应该以不变应万变, 还要加强心理建设, 在困境之中千万不要自我放弃, 也不能过于焦虑。 事实上, 如果去年鼠猴人举行了很多喜事, 比如说结婚、买车、买房等等, 那么今年的运势不至于特别糟糕, 否则可能会遇到很多打击。 鼠狗人2023年运势, 对于鼠狗人来说, 今年与自己的地支毛须相合, 受到太岁相合的影响, 可能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情况, 七成是好的方面, 三层会是不好的方面。 由于集中藏胸, 不管做什么事情, 都应该张弛有度, 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。 相合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宅运的变动之中, 如果今年结婚天丁或者置业的话, 必然可以通过冲洗的方式, 将相合负面影响降到最低, 全年运势会变得特别旺盛。 鼠猪人2023年运势, 鼠猪人在去年, 由于备受地支银害相合的影响, 全年变化多端, 运势动荡不堪。 如果去年举行了人生的三大喜事, 也就是置业、 天丁和结婚, 那么今年的运势会稍微旺盛一些。 简单来说, 如果去年买了房子, 今年就很容易结婚, 如果去年举办了婚礼, 那么今年很有可能家中会迎来新的宝宝。 不过即便去年没有举办任何喜事, 今年运势相对于往年来说, 依然会发生很大的转变。 转眼间2022年就要过完了, 每到年末,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明年的运势, 这次替大家整理了2023年, 鼠龙人与鼠蛇人两大生肖的运势运势运程分析,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, 2023年鬼卯兔年, 鼠龙人与鼠蛇人两大生肖均无犯太岁, 两大生肖的运势是上扬或下跌, 可以一起看下去。 鼠龙人2023年运势及运程, 鼠龙人今年是太岁向害之年, 是非难免比平常多, 只是这向害带来的影响并不严重, 可以无需理会。 而是非稍多的月份, 就只是农历二月, 三月及九月这三个月而已, 只是今年木土交战, 身体方面, 皮肤及肠胃要稍微注意, 所以今年在饮食上要小心一点。 今年鼠龙人为财运年, 在个生肖之中财运排名是不错的, 可以排第四位, 尤其对收入不稳的从商最为有利, 应可借此财运年努力一点, 去提升自己的财运。 只是收入稳定的上班一族, 这财运年便将难为自身带来好处了。 今年即兴有太阳, 难贵人之助, 如果上司, 合作伙伴, 下属是男性的话, 都容易给鼠龙人带来助力。 班安, 有利地位提升, 虽然今年鼠龙人不是生千年, 但也能因此兴而获得别人的尊重, 只是1976年出生的龙, 今年为权力地位提升年, 看看能否因此心而收获意外惊喜。 凶星有天空, 计划亦成空, 强调有计划的人不一定能实现, 反而善于解决眼前问题的人却容易成功, 今年就渐步行步, 不要做太多计划好了。 晦气, 心情不佳, 常遇上一些给人节足先登的事。 所以, 从商者今年要与客人保持密切联系, 谈生意识要跟紧一点, 方能保住不失。 因杀, 女小人, 所以, 今年要尽男性而远离女性, 这能增加鼠龙人尽贵人远小人的效果。 还有六害, 其力不张, 无需理会。 犯太岁的鼠龙人在2023年, 期盼全年平平安安, 如意顺遂, 同时兔年红运加深, 红红火火, 好运长半。 鼠龙人2023年财运, 本年为鼠龙人的财运年, 财运应该比别的生效更佳, 这对收入不稳的从商者帮助最大, 必能从努力里争取到更加成绩, 冬天出生的人容易有所获益, 而夏季出生的人, 亦能因财运年而获得一些赚钱渠道, 只是收入稳定的上班一族, 不会因此而令收入有所增加, 只有买些彩票看看能否有些意外收获。 鼠龙人2023年可有巩固流年财运, 声望财气, 远离破财, 期盼新的一年增财天路, 财运顺遂。 鼠龙人2023年事业运势, 本年为财运年, 从商或自雇者不难有所进展, 而上班一族升迁的机会并不明显, 所以在事业上不要太过寄予厚望。 好在鼠龙人今年是财运生效, 容易有些意外收益, 公司分发奖金也好, 投资有意外收益也好, 在事业进展不大的一年有些意外收益, 心情也是良好的。 鼠龙人在2023年得八方贵人相助, 期盼事业财运步步高升, 远离小人, 在新的一年财路两望, 浮运亨通。 鼠龙人2023年感情运势, 本年为太岁年, 感情运势一般的小吵小闹在所难免, 只是这影响不大, 有时互相吐露一下心声。 反而有助双方了解, 让感情更容易迈进一步。 本年并非桃花年, 单身者能开展到一段新感情的机会不大, 唯有农历四月、 八月及十月这三个桃花月, 看看能否给鼠龙人带来惊喜。 无论单身还是有伴侣的鼠龙人, 在2023年单身人士的个人魅力和异性圆进行绽放, 期盼早日喜的良缘, 而有对象和已婚者期盼能稳固婚恋感情, 与伴侣恩爱如初。 鼠龙人2023年健康运势, 本年为太岁向害年, 皮肤、肠胃稍微要小心, 只是向害影响不大, 只要平时争取充足睡眠, 饮食小心一些, 相信今年健康状况仍然是良好的。 开车一族的鼠龙人2023年全年出入平安, 大吉大利为出行保驾护航。 鼠龙人2023年是飞运, 小事小飞, 无需过分顾虑。 虽然鼠龙人今年也算是犯太岁的人, 只是行、冲、破、害, 害是最轻微的, 不会给鼠龙人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。 交集应酬时也无需太过小心, 亦可在本年西南桃花位放一杯水, 东南征都为放粉红色物件望人原话是非。 说完鼠龙的朋友,